我们带来一些欢乐,这部下面又发生了一件事,让来动物园参观的人们都笑得何不浓嘴,一只大熊猫向游客炫耀苹果,结果被一旁的二伙抢走了,这是怎么回事呢,一起来看看吧。 据了解这只熊猫对着竹子饱餐一顿之后,饲养员给它夹餐了一个苹果,而当它看到玻璃窗外这么多人对着它乱拍的时候,它体会到了做明星的感觉,于是三步并坐两步到了玻璃窗前,急切地想向人们展示它手中的这一个苹果。 并且拿起这个苹果摆了不少造型,看到这来往的人更是一阵骚动,在这只大熊猫沉浸在万众瞩目的时候,殊不知一个二货正在悄然来临,原来就在这只大熊猫去咬完自己苹果准备吃的时候,旁边突然杀出了一只大熊猫把苹果抢走,估计是看所有人都在拍它心里似乎有些不愿,又或者是自己的苹果已经吃完,看着它却迟迟不吃手中的苹果嘴馋,这只杀出来的熊猫然后一口咬下去,苹果不见了, 没了苹果的熊猫迟迟没能回过神来,后来转捏一想,自己马上到嘴的东西飞了,委屈得不行,看到这一幕后,不舍游客都被这两只熊猫逗得可不拢嘴,它们实在是太可爱了。 好了,本期视频